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 5.0过后不加哪些角色值得抽 只看强度机制 就这么几个还能抽 元神 首个雷系城南登场 恰斯卡定位提前看 倩特力上线时间推测 元神 5.1人权卡严万叶必抽 5.2到5.3卡持 四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散兵加夜兰结合体来了 火神定位曝光 元神敌人解析 金月容一龙暴君与贪食逆夜龙山王 全技能解析 元神 首个雷系城南登场 恰斯卡定位提前看 倩特力上线时间推测 米加新游招募原画 写食奇幻 现代都市 动物女人 三款新游开始预热 元神5.0开启后 很多角色热度严重下滑 从4.8的持有率也能看出 老玩家已经退坑大半 全是新角色 不然以老玩家的技术应堆 也能让老角色的持有率登顶 但现在持有率最高的 却都是新角色 那么现在还有哪些角色值得抽呢 其实我们从强度和机制上来分析就清楚了 首先就是纳维莱特 当前版本的绝对真神 强度妥妥的第一 如果是只看强度 那么纳维莱特绝对必抽 打神游 新神游 刷副本都是一把好手 然后就是辅助类的角色 以风源万叶为主 不仅能辅助 大世界也非常好用 当然除了万叶 还有钟离 弗宁娜 纳西达 叶蓝 强度高的同时 还附带大世界探索的能力 当然也有例外 那就是散兵了 作为主C大世界能力非常强 虽然角色风平不怎么好 但能力这块绝对的强 所以只是冲着大世界体验去的话 散兵也是非常值得抽的 最后就是雷神 闲云这类强度在线 但配对和大世界体验上 都会有所欠缺的角色 不能说他们不好用 只是上面几个都比他们实用 雷神主打充能 二命乘C 但在大世界杀怪是真的轻松 雷神连出场都没有必要 只能待在深渊和副本中 而闲云则是配对问题 因为主打下落攻击 大世界和肖组队会好些 但肖作为老角色 并没有多少人有 从持有率来看 新玩家也不会选择去抽销 在当前环境 销并不是很好用 那塔版本已开启 全新地图上线后 玩家又开启新一轮 寻宝箱计划 目前有关5.1到5.4卡池安排 基本都已确定 玩家可提前为自己的XV屯元石了 那么除了火神的相关信息外 还有哪些新增资讯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来说一下5.0剧情中的一个伏笔 根据马维卡所说 烟雾主那边出现了一个叛徒 而这位叛徒 就是队长在主线末维所对话的角色 虽然没有露脸 但根据之前那塔PV来看 可以确定 这位角色 就是曾经站在队长旁边的那位帅哥 伏笔已埋下 毕竟5.1版本 就会有这位新角色的剧情放出了 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 该角色为雷属性角色 如果没算错的话 他应该是原神开服以来 首位雷属性成男了 至于实力如何 就要等下后期的测试符消息了 另外 还有一个属于恰斯卡的消息 通过剧情可确定 这位姐姐 浑身散发魅力的大姐姐 其实元素属性微风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被翼龙养大 有关系 恰斯卡的染色 可以将自身视作某些元素 可能与他自拐有关 定位有点像流浪者加夜兰的设定 再加上那塔的特殊机制 感觉这位姐姐也非同一般 依然属性微风 各位觉得他的跑图技能会是什么 不会直接变成飞机快速移动吧 对于千特丽奶奶这个说法 目前暂时看看就好 有可能是因为辈分高 又有可能真的是年纪大 只不过因为那塔的轮回 变年轻了 对于千特丽奶奶的真实年龄 还需要等到5.1版本后 有新消息再看 预计这位角色会在5.2到5.3登场 具体上限时间 还需等后续卡池安排 众所周知 元神那塔5.1卡池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西诺宁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西诺宁这个限定辅助角色的强度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本期就5.1 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5.1卡池角色的登场安排了 最新的消息中也提到 5月1日上半 卡池是西诺宁 千只登场 5月1日下半卡池是那西达 胡桃登场 其中西诺宁的强度目前来看 灵命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全队36减抗和40增伤就不弱了 而且还有前台奶 作为辅助而言 辅助能力加奶已经可以了 和万叶对比的话 数值基本上打平 也就少个巨怪 多个大招启动的奶 对于平民玩家而言 还是非常推荐抽个0命的 泛用性上 也算是人权卡一枚了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根据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 5月2日 卡池会有两位新角色登场 分别是风系弓箭成女 五星角色恰斯卡 五星雷系弓箭 欧洛伦 5.3卡池也会有两位新角色登场 其中一位是五星火系大剑火神马维卡 还有一位 就是最近说的比较多的 五星兵系法系角色粉 人毛少女倩特利 伊安山 目前登场实践未知 值得一提的是 5.2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恰斯卡 还是打风伤的C 之前提到的染色打增幅反应 目前存疑 简单来说 就是散兵加夜兰的结合体 至于大家期待的平姥姥 目前也据说 再和某个黎月四星罗里 打档棋赛 5月4日海灯节是否登场 目前依旧未知 而火神马维卡的定位 是后台C 全队加攻击 被放在了六命里面 火神攻击拐的能力很弱 而且只对有夜魂的角色生效 不过 还是那句话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 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那塔士龙的国度 在5.0版本中 荣翼龙和逆夜龙 也加入了BOSS行列中 本篇将介绍经验荣翼龙暴君 以及贪食逆夜龙杀王 希望对旅行者的养成之路 有所帮助 经验荣翼龙暴君基础资料 基础生命值 世界等级9 约为75万 排在黄金王兽和魔偶见鬼之间 基础攻击力 103极下 对1000防御力的角色 预估造成13151点伤害 特征抗性 高火元素抗性 元素能量掉落 火金球 图鉴分类 一种魔兽 因承受了如今隆重的身躯 无法御史的伪力 而拥有超然形体的 一种荣翼龙 在古老的传说里 如今常于山间迷雾盘缓的巨大翼龙 也曾在幼年时 跟随故事里 拯救纳塔的英杰们 一同历险 据说众英雄的其中一位 曾相约与他一同踏上前往火山的圣路 以挽回他阴血脉中逐渐狂暴的力量 而濒临失常的心智 只是 以这位暴君 现在获得的称呼来看 这段故事 并为拥有完满的结局 主要掉落 材料 受助索福之印 燃月玛瑙系列 圣遗物 月团 决斗士 战狂 教官 激火 冒险家 地图分布 纳塔到柴星之秋 到燕山的山星 解锁BOSS以南的锚点 并沿着小路一直走到底 进洞即可发现BOSS场地及其锚点 BOSS场地顶部 也有地面相对应的缺口 二 战斗机制 应经验容一龙暴君 全名较长 下文中 将以简称暴君替代 暴君的机制 也较为简单 主要是形态上的变化 被为熬夜暴君 在战斗中 会周期 在受诅咒的经验姿态 和常态之间转变 转变之时 暴君将会飞到高处 使一般的近战攻击 难以触及 暴君的经验状态 会给自己施加一层火元素护照 名曰经验护甲 需要用水元素攻击破除 在经验状态下的暴君 会严格遵守如下 技能循环顺序 升空 留续骚4X2 马上丢出赤峰之灵 俯冲尝试引爆 留续骚4X0赤银峰 经验状态下的暴君 进行俯冲之时 定会朝着先前放置的 赤峰之灵的位置俯冲 而这时 暴君离地面很近 是偷盾的好时机 俯冲后 若成功引爆赤峰之灵 那么暴君便会回满当前护盾 并且重新升空 最高可离地7米 若引爆失败 则停留在原地进行攻击 重新循环技能 不会升空 赤峰之灵鼠物件 可用水元素攻击破除 不分情况下 暴君会放置两枚赤铃 暴君会朝最近的现存赤铃俯冲 暴君的整个经验状态 持续时间约30秒 超时后会直接跌落下来 瘫痪3比4S后 立即起身恢复战斗 若为玩家主动破盾 使其瘫痪 则瘫痪时间更长 约为10S 同永结龙兽 暴君落地 会有一次无伤害的击退 相关成就 主动破除暴君的火元素护盾 即可获得成就 猎龙的黑剑 天地万象 3 全技能一览 暴君的经验状态技能 威胁性大 1 欲以击焚伤害 躲避难度 技能详情 断金之焰 暴君进行化矣 拍地至多两段攻击 可以分开单独施放 躲避 靠近时施放 前摇较为明显 抬手 动作较慢 即使远离即可 作为无能狂怒之时 本次攻击 有时也可远程施放 2 冠石穿下伤害 躲避难度 技能详情 荣之爪 距离玩家较远时 宝君伏地而行 致玩家处 立即起身 并接着进行左右翼各一段的滑击 滑击 和起身时 均会造成 火元素伤害 躲避 与圣海角恶一样 利用冲刺片开起身那一下 然后再闪一下 用来躲避后续的两段攻击即可 难度较大 还建议大火 不要离暴君太远 不远万里来 与你相见 只为亲历预示浮身的最火 3 反武料汉 伤害 躲避难度 技能详情 宣造之躯 暴君狂躁地翻动着身子 在原地打旋一圈 造成火元素伤害 并击飞玩家 接着 突然朝前方冲刺 突选一段距离 造成火元素伤害 并击退玩家 躲避 站在后方 极易触发该技能 抬手代表 要开始打旋 即将冲刺的时候 有明显前摇 避开路径即可 因为被于暴君 而再次陷入 无能狂怒的右翼施展形式 4. 骤阳经验伤害 5. 躲避难度 无技能详情 长夜江鸣 暴君转变成为经验状态 并且升空 并立即附上火元素护盾 离得太近 会被打一下 但是 既没有伤害 也没有击退和附着 状态转换技能 转换时无伤害 但需注意 他马上就放下面一招 游戏骚思 浮瘦着落 燃闷此身 5. 游戏骚思伤害 躲避难度 技能详情 骤静之光 暴君升空后 便立即发射持续两波 每波15枚的静心弹 静心弹 造成火元素伤害 并打断玩家 本技能也在暴君引爆失败时 在低空处立即施放 躲避 及时用水元素灭掉赤峰之灵 待其俯冲时 远离原来赤峰之灵的位置即可 这下真是 烛光剪晶了 烛相光灵 剪神经 小指南 在与惊艳暴君的战斗中 1. 众所周知 火元魔最喜欢水了 最好带上至少两名水元素角色 浮浮的三小只 可以隔空打中暴君 全自动破盾 免去烦恼 叶兰普 功命中暴君时 头子也会对其进行攻击 配合行秋效果极佳 星海的水母 配合尼鹿或巴巴拉的水环 破盾效率也是相当高 纳维莱特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要开转了 2. 火元素角色火看高 火C可以退一步了 那边的贪食逆叶龙山王需要你 贪食逆叶龙山王1 防卫与介绍 基础生命值 世界等级9 约为164万 超越水形换人 位置世界BOSS首位 基础攻击力 103极下对1000防御力的角色 预估造成11046点伤害 特征抗性 高草原素抗性 元素能量掉落 草精球 图件分类 一种魔兽 主要掉落 材料 过熟的火流果 生长必斐系列 圣遗物 月团 决斗士 战狂 教官 冒险家 地图分布 纳塔到龙爵坡 道具石山之底 解锁BOSS移动的锚点 并置图中的地面入口 并深入 或通过复魂集封龙 钻入在BOSS图标正上方地表的戎土列系 均可抵达BOSS锚点 2 战斗机制 贪食逆夜龙山王的机制相当的少 除了一身的肉装之外 在战斗时 他还会拿出作战口粮 及时吞下并反击敌人 迎贪时 逆夜龙山王全名较长 加马托会在战斗中 掏出自备的火流果 并迅速进行吞食 他可能吃一枚 也可能是三枚火流果 不过在第一次开吃时 都是先吃三枚 毕竟吃饱饱才有力气打架马 众所周知 火流果有个特性 欲火即燃 利用此特性 可以直接打断它的终结剂 并使其摊地6秒 而每枚火流果会造成等同于 康加马托 约5%生命值的火元素增伤 增伤的特点是 减抗减防减伤都没用 但是可以打增幅反应 据此 火流果的伤害 可以打出蒸发和融化 那么 食操最佳情况是 两枚火流果蒸发 一枚原伤 最终就是约20%生命值的增伤 通过提前给康加马托挂上水货冰 进行一个染色风 维持附着 可以打出更高的火流果伤害 Tips 实际上 几乎无法让全部三枚火流果吃到反应增益 火流果爆炸施加的是弱火 短时间内 在染风水的情况下 也只有两枚火流果能吃到蒸发 染冰封的情况下 只有一枚能吃融化 结果与水相同 总的来说 带水的性价比高 但不用特地去凹这种情况 另外 火流果爆炸 会对玩家造成伤害 并击飞玩家 此伤害并非真伤 康加马托每吞下一枚引燃的火流果 或受到火流果爆炸波及 都会停止进食3-4S 利用这个特性 可以依次使火流果吃满增幅 不推荐哦 依次引爆火流果 也许是一个收益最大化的方法 但在我看来 时间和操作成本也是较高 故不是很推荐 相关成就 让康加马托 吃下一枚点燃的火流果 即可获得成就 你也是迪诺巴鲁托 天地万象 本期内容 先不说原神资讯了 来看看那米家新发布的游戏原画招募海报 看来这是准备开始设计新游戏了 根据海报内容来看 目前有三个原画方向 可供求职者选择 分别对应现代都市 写诗奇幻 以及动物女人 那么具体内容有哪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部分招募现代都的角色原画 还别说 一提到开放世界 U15 现代都市 就让很多玩家 想到了GTA系列 难不成 米家准备突破自我 创造一个 全新的现代都市游戏了 不过 目前还在保密预言中 暂时还没有消息放出 不知之前的设计游戏 是不是真的被删除了 第一部分招募现代都的角色原画 还别说 一提到开放世界 U15 现代都市 就让很多玩家 想到了GTA系列 难不成 米家准备突破自我 创造一个 全新的现代都市游戏了 不过 目前还在保密预言中 暂时还没有消息放出 不知之前的设计游戏 是不是真的被删除了 第二部分 招募写实奇幻的角色原画 玩家推测 很有可能 和之前说的 原神第二部续作有关 也就是说 不走二游风格了 要走写实奇幻风 为我们展现一个 不一定的世界 与第一部分一样 暂时还没有宣传图放出 预计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才能确定 第三部分 则是动物女人角色原画 这部分竟然出图了 看起来还挺梦幻的 根据现阶段 对米家后续游戏的了解 招聘的动物女人原画 应该就是之前 已经获得版号 新部古地了 看图标 是一只小缓熊 预计风格方面 将会以动物类为主 按理说 原神 绝曲灵和崩帖 近期都已经没有太热的版本 要做宣传了 那塔版本上线后 主要稳步运营即可 这样一来 是不是说明 官方有时间开始准备 新部古地了呢 毕竟相比较其他 还未放出资讯的游戏 这款模拟金银游戏 可是已获得版号的 虽然模拟金银这个赛道 比较小众 但想要玩的玩家 真的有很多 预计10月份左右 就会有新游戏的消息了 进行